一開始跟洋將出去吃飯啊 我幾乎都用手機Google 但是我自己有在學幾個單字 然後去拼 然後去跟他們聊天這樣 因為我從打球到現在沒有拿過冠軍 然後這個冠軍對我來講算是一個動力吧 就覺得說就算這個冠軍我沒什麼擅長 但是我可能會覺得說 有拿冠軍就會有那個動力 然後想說在下一季好好表現這樣 有啊有啊 雅力張大 雖然他有時候會故意嘲笑我說 我在板燈就是學會在板燈這樣做人都沒上場 他會鼓勵我 他說我是可以打球 他說就是等教練叫我上場 就叫我把握機會 雅力張大算是很好 我跟他很好 然後他都會給我一些在球場上 譬如說我們練球 我失誤我這樣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鼓勵我 然後就像說叫我投籃啊 然後叫我擋拆什麼 叫我多打什麼什麼 他都會鼓勵我 可能我那時候還沒來海神的時候 我可能在做擋拆的投籃跟傳球的二選一 就是比較不好 有時候會可以出手 我沒出手我就傳球 然後可以傳球我沒傳球我就 就是這個二選一 這個點還有防守吧 還有防守 然後他都會一直給我 就是一直提醒我 然後一直叫我做做做 還有三分線 三分線的投籃 他一直叫我猶豫出手 很多啦他防守進攻 我都在他身上學很多 我覺得我來海神對我幫助最大是不會可能 因為我們練習練習我跟他都會對位 然後我在身上學到很多 會盡可能去守住他 然後盡可能去刺他 然後他就是他的可能他成績比較厲害 可是我都會在他身上學到很多 這支隊我覺得洋將這方面他們不會有那種很大牌啊這樣 然後或是耍脾氣什麼 然後跟我們本土都處得很好 就算在練習你看洋將跟本土也是 就是互相就是競爭啊 也不會說什麼我比較大牌這樣這樣 然後也是跟我們球員合得很好 洋將這方面我覺得就是對我們幫助很大 那時候小時候在國小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拿國小那時候只有足球隊 就跟什麼堂哥啊他們都在踢球 就跟他們玩在一起就參加足球隊 可是我那時候足球隊很像只有踢一年而已吧 然後就後面就沒有球隊 我踢一年啊兩年就沒有球隊了 足球我覺得他對籃球也蠻有幫助的 就像足球要會護球啊什麼什麼 我覺得本身這樣打籃球的時候 就跟以前練足球一樣 就會有那種護球的動作 應該就是對於雲豹那一場吧 過半場的時候 然後吉倫守我的時候 然後我有點遲他來操球 然後我就很像背後吧 一直轉身要過他們 我覺得那一球我覺得 我當下的時候我想說要被操 我以為會失誤 結果怎麼知道做出來那個動作 我覺得還不錯 那個印象滿深刻的 我覺得有那些神隊友真的差很多 因為他們的歡呼聲啊鼓勵啊什麼支持啊 對我們來講都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像是我們進球啊這樣 只要有人在那邊歡呼啊慢慢就是防守這樣 那個感覺就差很多 那個氣氛感覺就差很多 那可能是比賽的一個動力吧 就是說你在場上比賽神隊友在那邊幫你呼喊啊 你會覺得說神隊友都來了 我們一定要做給他們看這樣 就是一個動力這樣 就是謝謝這一季各位神隊友們 然後來了幫忙跟加油鼓勵還有支持 謝謝